下一題 銅質量的鐵塊跟鋁塊丟到水裡面 誰的福利大 這題是需要密度的 這題的解決是需要密度的 好 請問你誰大 鐵塊大還是鋁塊大 鐵塊大還是鋁塊大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五 五 十三號 十三 B2 請坐 他說鋁塊大 老師說先會成會福都是成 密度都比水大都成 老師說辦公室BVD 還跟一體基層一體密度 一體密度都一樣所以只要看體育就好了 誰體積多誰就福利大 全部沉下去就是看全部的體積 那麼可是沒有告訴我啊 只告訴我質量啊 有質量可以求體積嗎 有啊 低等於V分之二密度嘛 那因為呢 密度同樣的質量密度小的體積大 密度大的體積小 所以知道鋁塊體積比較大 所以排開比較多 所以福利就比較大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鋁塊 OK 這裡有一個表 給表幹嘛 給表你才可以算出密度 然後你才會知道他是會成還是會福 但是因為有體積了 如果會成你就知道可以算出來 福利有多大 如果會福因為有質量 你就知道福利會有多大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誰大誰小 那也許不見得要算就可以知道 也許不見得要算 因為這個 這一題的質量都怎樣 一樣 所以質量要判斷大小就好 不見得要真的算出來 不見得要真的算出來 只要會判斷就可以了 OK 誰的福利最小 來帥哥男 你答案 二一 二一也不在嗎 那個A流 三三 起立 你答案 A C 3 你答案選C 請坐 老师说要汇诚汇服算一下密度 算一下密度 假密度0.5汇服 以密度1就刚好在里面 任何位置 比密度大于1汇诚 汇诚汇服之后 办公室BVD BVD 那其实也可以用浮体浮体的判断 都可以 所以这点都可以用 然后我们用浮体原理 那因为假是浮 所以浮力会等于物重 以我说过卡中间可以当做浮体 因为就是一样是浮力等于物重 那用浮体 那丙是乘就浮力就小于物重 所以假以会浮浮力等于物重 丙会乘浮力小于物重 所以谁最小 丙最小 所以答案就选C OK 下一题 一样 只是这一题就再也没有一样东西了 质量也不一样 体积也不一样 所以说浮力就真的要去算一下 浮力到底有多大 OK 刚才其实可以不用算 可以不用算 这题可能就真的要算 谁的浮力最大 谁的浮力最大 啊 这里谁的浮力最大 换一样 换一样 谁的浮力最大 B2 饼 饼最大 请坐 会成会服 假密度 比一大会成 以密度比一小会服 比密度比一小也会服 会服就很讨厌 因为服起来的 你就不知道他排开体积到底有多大 所以那个五十八十是不是排开的体积 你不太确定 那假设乘下就可以算啊 就是排开一体积一体密度 因为乘下就全部体积嘛 就全部就乘一乘 二十 可是饼就不晓不能用啊 对不对 因为饼你不晓得他排开多少 可是饼是什么 浮体嘛 浮体可以怎么做 浮力会等于物重 所以呢 饼的浮力就四十 饼的浮力就是六十 那谁谁最大 六十最大 谁饼的浮力最大 谁饼的浮力最大 好这就是我们的说的 请你判断 我再说一次 请你判断谁的浮力大 谁的浮力小 第一 要知道谁会成谁会服 第二 搬公式 搬什么公式 BVD 排开一体积积一体密度 如果这个公式无法帮助你解决 怎么办 找浮体公式 浮体的浮力会等于物重 全体的浮力会小于物重 那你就会判断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解题的想法 OK